来 说完了前边的三要素 再来看动态三要素 收入 费用和利润 收入这个概念 我刚才在解释利得时已经做过介绍了 他俩就差一个非字 你看 真的就差一个非字 你看 这 这 这 收入是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权增加的与投资无关的经济利得总流入 只要在这加个非 加个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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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变成利得 看见了没有 这个要注意善于比对它的差别 实际上无论是利得还是收入 它都应该理解为利的流入 只不过收入强调的是经常日常发生的 而利得强调的是非日常发生的 比方说企业的产品的销售肯定是日常 而企业的盘盈固定资产 什么处置固定资产收益 这都是非日常 是日常活动中所引发的导致所有的权增加 这跟所有权增加有关系吗 有 因为收入会带来利润的增加 利润本身就是一项所有的权益 与投资无关 这跟投资不一样 造成的这么一个利益总流入 收入特征分为一二三 第一个是经常发生的 经常发生的 与投资无关的 这跟投资不一样 这不是业主注资的 再来的利益流入 然后最终会导致所有权增加 因为收入会直接增加利润 再来利润的追加 利润就是一项所有权益 这块有一个表格 是咱们将来要看到的利润表 啥叫利润表呢 就是把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这个会计等式 转化成详细的表格显示 将具体的收展出来 具体的费用展出来 形成具体的利润 这里面我给你念一下 第一 营业收入 所谓营业收入 包括的是主营业务收入 和其他业务收入 这个是企业 你比方说卖产品是主营业务 出租房屋就是其他业务 这个主营和其他 完全根据企业的定位 跟它的业务内容 来进行具体的划分 什么叫营业成本呢 营业成本就是我产品的销售成本 你看我这个产品 骚下来八块钱 我卖十块钱 八块钱的制造成本 转的就是营业成本 卖的那十块钱 就是你的主营业务收入 就是营业成本啊 税金基附加是消费税 后面会讲到 然后销售费是广告费 最典型的销售环节的开支 管理费是行政环节的开支 研发费是管理费里面的一个明细项 单说的是无形资产研发开支 财务费是利息支出为典型代表 其他收益是政府补助 后面会讲 投资收益是买股票挣的那个钱 等等这些 还有什么进场口 套气收益 供应价变动 收益性 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处置收益 好 这些大概看个意思 我们后面还要讲坑吗 你会发现 第一阵营里面 营业收入减 营业成本 税金 附加 销售费 管理费 研发费 财务费 其他收益 这一堆支出 这一堆 看着啊 我给你划一下 这儿 到这儿 别动 到这儿 这条线 注意啊 不包括这个 这个单圈出来 这个单圈出来 这条线叫收入减费用 这条线叫收入减费用 也就是圈在 资产主义税上面这个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税金附加 销售费 管理费 研发费 到这儿 资产减值损失 这一堆路 叫收入减费用 凡是利益流入 叫收入 凡是利益支出 叫费用 显然 营业收入是收入 营业成本 税金附加 销售费 管理费 研发费 财务费 这都是费用 其他收益是收入 投的收益是收入 进场口淘气收益是收入 损失叫费用 供应价变动收益是收入 供应价变动损失费用 信用减着损失是费用 资产减着损失是费用 有人说不对啊 他的名字里面叫损失 名字叫损失 不说就是损失 谁告你的 那叫费用 因为它是经常发生的 收入减费用 说的是这条线 都是经常发生的收支 那么这个资产处置 收益是说谁子呢 我给你单解一下 我们介绍一个科目 我现在介绍每一个科目 你就最好能现在记就要记住 因为它早晚要记 第一章的难度在于什么呢 有太多的新知识 新科目 新项目需要背 第一章的话呢 有太多的东西需要你整理 而且作为初学者来讲的话呢 如此庞大的记忆和整理的东西 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主要困难在哪 那就听不懂 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因此我们要做更多的解释 但是有些词 你得先背着 像刚才说的 支售资本啊 股本啊 资本攻击啊 你都得先背着 你不能等着将来以后 讲到是再背 那就来不及了 因为它会不断的贯穿的 每张的知识点 都会用到这个东西 我再说一遍 学咱们的财务快奖 跟学英语差不多 这个单词必须要储备 你不储备个八千个 九千个英文单词 你怎么去写文章 怎么跟人家交流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你不储备会计科目 你都没法去编分录 你就没法来解释 相关的报备信息 来来来 说这个私产处的损益 这是什么科目 这个科目啊 只干一件事 描述的是什么呢 转让固定私产 无形私产 赚的钱和亏的钱 不过有一样东西还有 叫转让再进工程 但是一般转让再进工程的少 就是转让固定私产 转让无形私产 赚了钱 它叫代计资产 处置损益 赔了钱叫借计资产 处置损益 来再读一遍 私产处置损益是单指的 转让无形私产 转让固定私产的盈亏 用它来表示 这是一个专门的科目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清楚 他这说的转让是正常卖 不说是报废 报废固定 报废无形 是走营业外 收入营业外支出的 这个转让是正常的市场 胶胳膊的卖表 来再来一遍 私产处置损益是 转让固定私产和无形私产 赢的和亏的 用私产处置损益来表达 那么这个赢的即代方 亏的即借方 表里面叫私产处置收益 亏的话用复数来表达 但是一定要搞清楚啊 你刚才聊的这个私产处置收益 也就是私产处置损益 是说的卖固定卖无形 那可是非日常 因此它叫利得和损失 它叫利得和损失 我给你标一下 这是利得损失 利得或损失 这可不是这个收入和费用 那么它加上去之后 就变成营业利润 对是这么组成的 那等于说营业利润怎么来的呢 收入减费用 加减资产处置损益 构成营业利润 行了咱们再稍微的回顾一下 收入是强调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 导致所有的权益增加的 与投资无关的利流 包括三个特征 经常发生一个 与投资无关一个 然后最终导致所有的权益增加一个 利润增加呗 这是最主要的 收入的确认条件五条 这五条必须背过 我们还没讲收入 让你背的话有点难为大家 但现在必须要先背为主 因为还没讲到 我先大概的跟你揉一遍 第一个 收入在满足什么条件是要确认 第一个 各方已经批准合同 并承诺将履行各自有 傻意思 我卖东西给你啊 咱俩是不是得先签合同啊 好签合同 你只要在合同里面签了字了 认了可了 摁了手印了 签了字了就行 那就属于合同各方 买卖双方已经在合同里面 签字认可了自己的权责 这第一个 第二 合同里面明确了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大家租过房子没有 那个租房子那个合同是制式合同 标准规范合同 上面写着出租人有什么权利和义务 然后承租人有什么权利和义务 这是合同的标准文本 第三个 合同有明确的支付条款 这啥意思 就是这个钱怎么给啊 微信给啊 支付宝给啊 还是说呢 现金银行存款转账等等这些 上面写着支付方式 第四个 这个交易必须具备商业实质 什么具备商业实质 或者叫什么叫做商业实质 这东西怎么理解 比方说 我这儿有一头牛 你那儿有一头羊 我想吃羊肉 你想吃牛肉 咱俩的话呢 都需要对方的东西 于是一拍即合 发生了交换 我拿我这儿的牛 换你那儿的羊 这个交易叫具备商业实质的交易 什么叫商业实质呢 就是说我换给你的 跟你换给我的不一样 这叫具备商业实质 我们反义词来一个 我这儿有一头牛 你那儿也有一头牛 咱俩这牛啊 颜色品种规格 连皮子都一模一样 尾巴也一模一样 然后咱俩去换 这个换是没有意义的 我这儿这头牛 和你那儿那头牛 一模一样 那么这个交换是没有价值 或者没有意义 不具备商业实质 他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交易的发生动因 必须是咱俩换的东西不一样 才有意义吗 你咱俩换的东西都一样 都是牛 你换个什么劲啊 你各自吃各自的牛 不就完了吗 必须是我拿牛换你那样的羊 这才具备商业实质 听懂没有 商业实质的要求就是 咱俩换的东西 必须是不同纸的 这个问题我后面还跟你讲 你先大概有个印象 比方说我拿一本初级会计实务的客奸 给你换一个财务管理的客奸 那这就是具别商业实质的 如果说呢 咱俩换的客奸 都是我讲的初级会计实质 那你换个什么劲 就这么个意思 必须是交换的东西是不同纸的 第五个 企业印象客户转让商品提供老物 而有权收到的对价 很可能收回 这句话翻译过来 叫有把握收款的意思 叫有把握收款 所谓有把握收款 通俗说呢 就是很可能会把这个钱收回来 收回钱的可能性 达到50%以上 叫有把握 当五条同时具备 方可确认收入 背过的 什么叫做费用 费用是收入的反义词 是为了取得收入而付出的代价 你看你 你作为这个饭馆的话呢 你告诉我 饭馆的话 什么叫收入啊 卖饭呢 客户来就餐 收的那个餐费 那是收入吗 那你的费用是什么呢 做饭的那个支出啊 材料 人工各种开支 水电呢 这些东西 这叫费用 费用是日常活动所引发的 会导致所有的犬减少的 与分红无关的利益流出 他和刚才咱们讲的那个损失 就差一个费 费费费费费 就差一个费 这个费 加上字之后 这就不叫费用 这叫什么 这叫损失 区别非常明显 举个例子 比方说广告费 广告费的话呢 现在一般的打广告 都通过什么打 我问你个事啊 本人有个微博 粉丝现在到了70多万了 等我有一天 我的微博粉丝达到一个亿的时候 这个新浪的话呢 就会给我签一个协议 我只要发一句话 他就给我一笔广告费 听懂没有 广告费的话呢 其实他现在有好多个平台嘛 网络广告现在是最火的 比方说呢 我在微博里面发了 这只袜子真好用 好 这个袜子的厂家 他就会给我一笔大额的广告费 怎么得给个二三十亿吧 那么厂家给我那广告费 对他来讲 是促销费 走销售费用 要给我二三十亿 我怎么花呢 人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幻想 不然的话活得太没劲了 那这个就属于费用 就经常发生的 因为他每个月都给我 二三十亿 一年得给我三百多亿 三百多亿的话呢 我得买一套大房子 我得买一个奔驰JRE450版 我出门的话呢 得找八个人架着我出门 那感觉 真是挣了三百多亿的感觉 飘了 那这个费用的话呢 就像刚才说的广告费 是经常给你的 经常给你的 广告费整天打了 那么什么叫损失呢 比方说 咱单位 有一台车丢了 那这东西肯定是意外 有一栋房子丢了 这个更更意外 或者是有一堂房子塌了 这个更意外 那在这的话呢 这就属于损失 费用 应当是经常发生的 与分红无关的 分红是给业主分红 你本来挣了钱了之后 老板得拿钱的 拿分红啊 股份公司的话呢 你买他股票 他挣了钱之后 都得给你分红啊 分红是挣了钱的 一个利润瓜分 但是在这的话 他和费用是两回事 费用最终会导致 所有的损减少 为什么 因为费用会带来利润减少 利润就是一项所有权 三个特征 看明白就行 费用的确认条件 第一个是很可能造成利流出 第二个导致资产减少 负债增加 这什么意思 广告费啊 广告费 他给我打广告费 应该不是20个亿吗 不 300个亿 300个亿 支付的是银行存款 他给我打广告费 是不减少银行存款 这叫资产减少 然后呢 他因为一直给我打广告费 他破产了 广告费欠我的 那叫负债增加 负债增加 就是流出企业的这个方式 有的是给人家钱打广告费 有的是赦人家的 欠我的钱吗 经济力的流出 必须是可靠计量 否则的话 是没法测试的 三条线 知道这是费用的确认条件 这个一般考的不多 有个大概理解就可以 啥叫利润呢 利润就是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 利润的组成是收入减费用 加上直接记住当期利润的利得 减直接记住当期利润的损失 这个东西还是太绕 啥意思 看个图 这是完整的一张利润表 当然这个还差一点 后面还差一个锁的税费和净利润 基本全了 我再给你读一遍 我前面介绍到这了 看 前面我介绍到这了 现在还得往下走 为了使其完整 我再介绍一遍 看着啊 这条线往下拉 走 拉呀拉呀拉 拉拉拉拉拉 拉到这 没错就这 拉到这 对到这 这是收入减费用 看见没有 这是收入减费用 也就是说 营业收入减 营业成本 税金附加 销售费 管理费 研发费 财务费 等等等等 对对 加加减减 这些经济利润的流入 它叫收入 这些经济利润的流出 它叫费用 收入减费用构成 营业利润的大部分 那么这儿有一个东西 叫资产处置损益 资产处置损益 是直接进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包括卖固定 卖无行政的钱或赔的钱 对吧 好 这个是利得损失 利得或损失 是即当期损益的 那么在往下 夹出营业利润之后 往下的营业外收入是什么东西 营业外收入也是利得 报费固定资产赚了钱了 报费无行资产赔了钱了 营业外支出 这个俩也叫利得和损失 这一督路 看见没有 这仨 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营业外支出 营业外支出 都是直接进入当期损益的利得和损失 这样的话呢 你回过来再看这个 收入减费用 是不大部分的营业利润呢 然后加上资产处置损益 构成营业利润 再加上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构成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的话呢 显然和收入费用中间 隔的就是这个利得损失 不过在这的话呢 它有个交叉点 就是营业利润 裁出了一个资产处置损益 构成营业利润 然后再往下 加营业收入 营业外支出 才是利润总额 我干脆给你画这个图 看更清楚一些 这条线是一条 他们是一条线 收入前费用加减 应该是加减 这应该有个减号 有可能 资产处置损益 叫营业利润 往后拉 营业卖收入 营业卖支出 再把它加进去 叫利润总额 那么这仨 看见没有 这仨属一类 叫直接记录 当期损益的利润和损失 这关系是要背过 利润如何确认 只要你把刚才的收入费用项目搞清了 利润会自然形成 来我们做一个比对 利润和收入的区分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在解释概念时做了区分了 不过在这还要再强调一下 利润和收入 它的概念里面就差一个非字 利润是非日常活动 收入是日常活动 后面都一样 什么造成这个所有权益增加的 与这个投资无关的利液总流入 都是这个一个词 但区别就是一个是非 一个是日常 我们再看利润 利润影响损益的利润 包括私产处置损益 像处置固定私产赚的 处置物性私产赚的 想以外收入 罚款收入 罚款收入 包括盘盈现金 这是以外收入 这个得背 走 直接进入所有权益的利得 像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值 刚才说了 买的那个股票 百分之一 达不到重大影响 定义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买的话一百万 后来涨到一百八了 涨到八十 就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值 还有一个叫 其他债权投资增值 我们几乎不讲这个 这个讲到一些 这个都叫其他综合收益 直接进入所有的权益的利得 收入强调的是日常活动 包括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和其他业务 关键看企业是怎么分的 我是工业企业 我是钢厂 你告诉我 我的主营业务是干嘛的 我主业是干嘛的 卖钢材的吗 辅业呢 辅业的话呢 比方是出租房屋 出租汽车 对 这是辅业 走其他业务收入 投资收益 买股票挣的钱 供应家变动收益 买短线投资 挣的钱 财务收益 其他收益 政府补助挣的钱 进厂口套取收益 几乎不考 看看就行 这些都是刚才 我给你画的那个表的 那个收入费用 那篮的利流 资产处置损益 它叫利得损失 但它归到营业利润 我们刚才说过好多遍了 损失和费用的话呢 也是中间差个非 你像损失和费用 都是企业的 损失叫非日常活动 费用叫日常活动 所带来的 什么 所有者权益减少的 与分红无关的利益流出 这词都一样 影响损益的损失 资产处置损益的话呢 像卖固定资产赔的 卖无形资产赔的 另外之初像伐末支出 盘亏固定资产净损 盘亏损获得非常损失 啥叫非常损失 你的原材料丢了 是因为被盗造成的 被偷了 这就是意外 意外之初 这些叫影响损益的损失 直接记住 所有者权的损失 像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 公益价下降 包括其他债权投资的 散时下滑价值 在这儿都是 借记其他综合收益 构成所有者权益的减少 来再看费用 费用的话呢 在这儿是主营物成本 什么叫主营物成本呢 你这钢材卖一千万 生产出来的钢材成本是六百万 那六百万就是主营物成本 其他有成本 出租房屋 出租房屋的代价是什么呢 房屋的折旧和一些相关的费用 其他有成本 税金及附加是产品的消费税 我们后面会讲到 管理费是行政开支的费用 财务费是利息费 销售费是广告费 研发费 这个简单 私产减着损失是可能的私产减损 包括应收账款的减损 包括这个存货的减损 包括固定私产的减损 包括无形私产减损 但是应收的话呢 因为它只是信用减损造成的 它叫信用减着损失 是从私产减着损失 剥离出来的一个单向 这是单指的应收坏账地期 供应价值变动损失 是买短线投资的价值的下降 投资损失 买股票赔了 进场口套起损失 有个印象就行 这个一般不考 这些统称为费用 统称为费用 私产处置损益 也是属于利得损失系列 但它归入营业利润范畴 哇这块内容太多了 没错 这块内容是多 它的考点特别多 就是问谁是费用 谁是损失 谁是利得 谁是收入 他们谁不是损失 招待费走什么 招待费 你还记得那个 什么什么500年的茅台 什么1000年的那个什么 这个酒那个菜 吃了300多万 招待费 招待费走管理费 管理费属于费用 广告费属于销售费 也是费用 现金盘亏损失 走费用 管理费用 固定私产的出售损失 是走借记私产处置损益 属于典型的损失 ABC属于费用系列 这是我们对会计要素的每一个项目的概念界定 确认条件的认定 以及它的相关的辨认 这块的话呢 难度比较大的集中在利得收入 损失费用的对比 这块呢 我们费的劲也比较大 好好的背一背 我们滑定的范围和对应的空 这是核心靠点 下面我们开始讲解 有关会计要素 计量属性的应用原则 什么叫会计要素的计量属性 我们知道六要素的话呢 它涉及到一个计量的问题 计量的话呢 有一些口径标准 所谓计量属性 就是用什么样的口径来测量它 这个口径有几种呢 第一个叫历史成本 所谓历史成本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当初取得时的原始代价 你买这套房子 当时是一百万 好 那就叫历史成本 当初你欠账的话呢 赦的是八十万 那就叫历史成本 历史成本就是 对资产来讲 购置当时的代价 就是你支付的现金和等价物的金额 或者按照购置资产时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尺度计量 而对于负债来说呢 就是你当时承担的现实义务 实际赦的那个钱数 或者说呢 你的合同金额 或者按照日常活动 为了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等价物的金额 说白了就是 啥叫历史成本呢 就是想当初的那个代价 对资产来讲 是想当初的取得代价 对负债来讲 是想当初的欠账的一我 历史成本 记得历史成本在实践中应用的最多 应用的最多 都用历史成本几乎 企业取得或生产制造某项财产物司 所支付的现金及等价物 属于历史成本 很明显是C 什么叫做重置成本 所谓重置成本就是 重新购置同样的资产 相同的新旧程度 所付出的代价 啥意思呢 来 比方说 这是个杯子 这是我们网上做的这个 这叫什么 教师肖像杯 嘿嘿 这是个我 这杯子用了三年了 那么这个重置成本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这个杯子 现在是三年了 旧杯子啊 就是它的重置成本 意思是 我买一个跟它一模一样 品种规格相同的 新旧程度一样的 也是用了三年的 那么这个杯子的代价 叫重置成本 重置成本 有一个词特别容易混 叫重置完全成本 你注意啊 重置成本不等于 重置完全成本 重置完全成本 是买一个相同规格品种的 全新 全新 全新的那个资产的代价 那叫重置完全 而新旧一样的 那叫重置成本 资产按照 现在购买相同 或相似资产所付出的 现金等价务的金额计量 负债按照 现在偿还该项债务所需支付的 现金等价务的金额计量 这里面的话呢 都没说清楚它的本质 必须是新旧一致 这点非常关键 啥时候用这个东西啊 盘映出一个设备 盘映出一个固定资产 那这东西肯定是旧的 对吧 肯定是旧的 你得算 重新买它一个一模一样的 品种各个相同的 新旧相同的 这么一个资产的代价 那叫重置成本 18年的判断题 重置成本是指 按照当前的市场条件 重新取得同样的一个资产 所需要支出的现金等价务 没错 不过这个说的还是不太严谨 必须是新旧完全一样的 可变现净值是啥东西 可变现净值 简单说呢 就是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 我把这个东西卖了 能落的前数 打个比方说 比方说我这买了一个iPhone Pro Max 12 当时的成本是一万块钱 我是干嘛的呢 我是倒腾手机的 买了之后呢 这个手机一直就没卖出去 在这囤着呢 囤到了几年 iPhone 13的出来了 这东西肯定不值钱 你当初买它是一万对吧 现在的话呢 什么叫可变现净值呢 你现在库里面存的这个 iPhone Pro Max 12这个手机 它最新的可变现净值 就应该用 目前的行情下 它能卖多少钱 也就卖八千块钱 税费多少呢 怎么着得有一个 一千的税费呢 到手多少钱 七千块钱 看见没有 这就叫可变现净值 你当初买它是一万 你现在是七千 说明它贬值了三千 应该提起三千的减值 如果它以前没有提过 就应该直接计提三千的存货 列价准备 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这叫可变现净值 可变现净值 就是在当前的市场行情下 你现在把它卖了 能落得前数 资产按照正常对外销售 所实现的收入的 这个现金 扣掉它的相关的代价 包括它的加工成本 包括它的销售费 包括它的税费 这个呢 怎么还有加工成本呢 以后再说 加工成本是特指的 那个用于生产的 原材料的可变现 后面会讲到 你先知道这个意思 大概是啥 可变现净值 通俗解释 就是在当前的行情下 你把它处置 能落多少钱 这个呢 一般用存货的期末期价 比较多一些 限值是啥东西 限值啊 限值啊 比方说 我买你一个设备啊 我现在手头挺紧的 咱俩商量的事 这个设备怎么买的 我三年里面 我每年给你一百万 比方说 20年21年22年 我们这三年的话呢 我在这买你的设备 我在这买的啊 我当时没钱 没钱的话呢 我们签的协议是 分三年结账 第一年底结立一百 第二年底结一百 第三年底再结一百 20年底一百 21年底一百 22年底一百 市场利率10% 我买你这个设备 在这买的 分三年结账 我就问你这个设备值多少钱 你能说值三百吗 肯定不行 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 这放着三百 这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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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算一个 你要哪一个 你肯定要最早的 这个 为啥呢 他比后头这俩 多了一年到两年利息啊 这就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钱 在不同的时间点 是没法比对的 知道吗 我们后面会讲到 有个什么折线呢 中值啊 那个东西以后再说 总之啊 这个 钱在不同的点上 不具有科比价值 你得把它折到一个点上 才能科比 那么这个一百折到二十多钱呢 用一百除一加百分之十 这个一百呢 除一加百分之十的二次方 这个一百呢 除一加百分之十的三次方 打包之后 是你那个点的真正私产的限值 限值说的就是它 就是预期未来的流量的折线的计算 这个的话呢 有的用来测负债 有的用来测资产价值 这是它的将来用的一个财务管理的知识点 叫限值中值的认定 你先知道个大概 我们后面会详细讲 供应价什么东西 市场价 供应价就是市场价 来看一下 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 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转移项负债所需支付的报价 也叫脱手价格 简单说呢 就是供应价 你看一下这个概念 它的一个判断题 供应价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 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转移项负债所能支付的价格 没错 对这么 机场属性的收入范围最好能背过 历史成本用的最多 这个几乎不怎么考啊 因为它太多了 盘盈存货 盘盈固定资产用的是重置 因为你盘盈的存货和盘盈的固定资产一定是旧的 这个时候用的是重置成本 就是重新构建跟它新旧一样 关键是新旧一样 用的那个代价就要重置成本 可变现净值 存货的期末期价用的是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输低法 输低就是随低啊 用成本和可变现净值挑一个较低口径计量 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 限值一般啥时候用啊 这个就是流量折现 我们初级基本用的少 像分期付款买固定资产用的比较多一些 分期收款卖商品用的多一些 但是呢 这些咱们初级都不讲 你就知道个大概就行 另外的话呢 我们讲固定资产的点 简直涉及到一个固定资产的可收回价 固定资产的可收回价 应当选择固定资产的公允处置 净额和预计未来流量折现的孰高口径 显然在这儿呢 流量折现是其被选口径之一 这个后面会用到 提检是用到的 固定资产提检是用到 公允价就是短线投资啊 短线投资的期末基价用公允价 买了话10块钱 涨到18块钱 涨了8块钱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带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它用到的期末基价就是公允价 这些能备过最好 能备过最好 18年的单选 盘盈固定资产用哪个 重置成本呢 算币呢 OK 到这儿为止 我们的要素的关系 要素的概念 要素的定义条件设定特征 还有它的机梁属性 全部讲解完毕 应该说到这儿的话呢 我们这个基本准则 实质内容已经过完了 剩下的话呢 就是怎么编分录啊 怎么进行组织它的程序啊 后边的话呢 都比较好理解 前面是这一张最难懂的 恭喜各位 你已经进入了会计大门 加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